弱智肥猫失去双亲 每天被混混打还被小孩欺负 故事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何必有我 这个把花摘下来放在嘴里的男人叫肥猫 他和妈妈生活在一个小渔村 智商低下的他看起来傻里傻气 但是却有颗非常善良的心 这天社会服务部的小美到渔村寻访 他第一次见肥猫的时候就满脸嫌弃 这个村子似乎在故意找他的麻烦 他把鞋走坏了 接着还被漂泊大雨淋湿 他来到村民家门口避雨 碰巧这是肥猫家 肥猫正在帮妈妈做家务 还在房间里唱歌跳舞 小美看见后也被他的单纯打动 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他看见肥猫一家被其他村民歧视 因此也想帮助他们 但肥猫的妈妈拒绝了他 小美回到社会服务部 他向上司争取到了帮助他们的福利金 然后他还以还散的名义回到了小渔村 没想到他刚到渔村 就目睹了肥猫被人欺负 他和肥猫一起回到家 肥猫妈妈正在修补被大雨损坏的房子 妈妈虽然爱肥猫 但有时候还是因为他笨手笨脚 而忍不住教训他 小美觉得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建议妈妈把肥猫送到特殊学校 在那儿他可以学习如何自立 入学前 老师给肥猫进行了自理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测试 发现他的智商只有五十 肥猫想入学变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另一边 小美回到家后 竟然看见了自己好久没见的母亲 小美的爸爸喜欢赌博 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了 她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 而这天 妈妈从国外回来准备把她带走 但小美拒绝了 她不忍心让奶奶一个人生活 并且现在 她也想继续帮助肥猫一家 就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小美好赌的父亲为了借钱找上了门 她看着爸爸自甘堕落的样子非常生气 原来小美自己的生活也并不美满 村子里 肥猫拿着球想去找小朋友玩 但却被几个混混堵在路上 他们对肥猫拳打脚踢 甚至把她捆绑起来挂在树上 小美来到村子里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她出手救下了肥猫 但却被混混们盯上起了歹念 还好中途遇见了警察 但肥猫对警察非常排斥 因为妈妈在外面摆摊的时候 经常被警察驱赶 为肥猫申请的福利金没有那么快到账 于是小美帮肥猫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 但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肥猫都做不好 妈妈还是很担心她 决定亲自去看看她 来到饭店 肥猫果然没有把碗洗干净 而且还把一篮子的碗全都给摔碎了 老板实在忍无可忍把肥猫辞退了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妈妈生病了 肥猫只好自己出去摆摊卖豆花 小美来看肥猫的时候 一大桶豆花居然全都卖完了 但其实是小朋友和混混都欺负她不会算数 纷纷赖账白喝 卖了一大桶 其实就赚了几块钱 小美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于是自己掏钱给肥猫 让她骗妈妈是自己赚的 但肥猫却把这件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妈妈 肥猫妈妈把钱还给了小美 并说不需要小美的钱救济 小美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她把肥猫带到了自己公司卖豆花 同事们都很捧场 肥猫再也不用愁 豆花卖不出去了 这天晚上 肥猫突然失踪了 小美接到电话后赶紧赶到渔村 她到处找 但怎么都找不到肥猫 终于 她在一个教堂里发现了肥猫 肥猫正在为生病的妈妈祈祷 两人回到家后 发现妈妈已经晕倒在沙发上了 他们赶紧把妈妈送到医院 医生说 她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她的身体也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小美和肥猫都很难过 他们来到妈妈的病床前 肥猫唱起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美也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妈妈把肥猫托付给了小美 她希望小美可以帮助肥猫开始新的生活 然后就去世了 过了一段时间 小美不争气的父亲终于醒悟 决定开始努力生活 肥猫回到村子里 生活依旧过得很艰难 这天 村子里的混混又找上了她 这次不光欺负肥猫 还辱骂她的父母 肥猫再也忍受不了了 她把混混摁在墙上暴打 还拿着刀把混混给劫持了 警察不一会儿赶到了现场 小美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赶紧来到渔村 经过警察的同意后 她进到仓库里劝肥猫 发现肥猫把小混混绑了起来 吊在房梁上 就和之前小混混掉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小美刚走上前去 肥猫就突然松开了绳子 小混混就这样直接摔死了 肥猫看到这一幕 激动地冲出了仓库 但是外面全是警察 她看到外面的警察 发了疯地挥舞手上的刀 嘴上还喊着 坏东西坏东西 警察看到肥猫已经不受控制了 于是选择开了枪 子弹打在肥猫胸口 肥猫当场倒地 小美跑到她身边 肥猫难过地问 是不是自己不听话 所以爸爸才一直不回来 说完她便去世了 肥猫的一生充满了悲剧 正如电影的名字一样 为什么如此善良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却要遭到这样的对待 对于这些弱势群体 让我们再多一些 对他们的关心吧 不要等到悲剧已经发生 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